三种养生的骗句,老年人容易犯,身体越痒越虚,尽量要避免 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健康的尽头是养生 现代人养生的意识很强,尤其是这些老年人 你要说这个东西能厌年益寿远离疾病 让他花多少钱他也乐意 尽管自己老人女一直在劝,也一句都不听 反而对这个骗子还身心不已,无法自拔 被骗的人还帮人数钱 其实这倒也不是说钱损失了多少 关键是这个瞎养生对人体的损害真不小 特别是以下三种的养生骗句,一定要注意 当心这个身体越痒越虚 一种就是所谓的喝养生酒 这个酒确实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 提高精神代谢 有些朋友买一些药酒来喝 认为喝药酒对身体好 却不知道对于一些老年人 你本身有一些基础疾病 在喝酒就会刺激血管 导致心跳加速,病情加重 更何况有的这个泡的这个药酒 有的是适应于别人的,不一定适应于自己 我们说了这个药是要辩证的 第二种,每天吃钙片 很多老年人每天都要吃上几片的钙片 认为能补补钙 要知道人到一定的年龄 身体的各个机能都会减退 吸收能力也会下降 这时候你吃再多的钙片 身体也不一定能够吸收 那不仅不能补上钙 反而还给自己的身体增加负担 特别是有的这一种得结实的 很多就给长期吃这个钙片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不是说这个钙片不能吃 如果说你去明确诊断身体有缺钙的情况 那么按照要求来少吃一点 这个还是可以的 第三种就是老年人要加倍的喝水 经常听到说老年人就要喝多少多少的水 加倍的喝 因为这个水是生命的源泉 但是身体内的水也不是越多越好 一般正常人一天的饮水量 在15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 因为人还会从食股中获取一部分水分 这样水分加起来就足够身体所需了 如果说你在这个量的基础上 就是为了所谓的养生而喝水 这个是很不可取的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咱们下期接着讲 如果你有什么健康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观众王医生 一起做中医传承人